大家好,我是《基本夜》的阿欣 今天繼續跟大家介紹一下展覽廳2 除了一樓的間隔和樓梯之外 遊街實現的建築群的其他部分 按著當時物料供應署的運作 其實都進行過其他的改動 在皇家遊艇會的時期 展覽廳2這個位置相信是用作為存放遊艇的 在通往一樓的樓梯的後面和左右兩側 也就是現在展覽廳的正門和側門 各自有一道圓拱形的商業閘門 它的闊度是足夠讓遊艇出入的 在1939年的時候 這個位置改作為倉庫和二分職員宿舍 所以當時左邊的閘門就換成了現在的木門 在其後在上層就作為單人的職員宿舍 也都加設了石屎的樓梯 和圍封了中間的出入口 右邊的閘門就換成了現在的拖門 所以大家今天來到遊街 我們都可以看到原有閘門的門膠 和門衣配件 是依然保留在門的兩側和門的上面 今天我們做的小鍛鍊是用來處理 我們頸部和肩部的不適 特別適合大家平時在工作之後 可能在飯前飯後 舒展一下鬆一鬆的 我們會先處理我們左邊的肩頸位置 我們特別去到說是上斜方肌的位置 我們可以先把下巴稍微收回去 不要讓頭突出 我們會把頭先側屈向右邊 那你就會感覺到左邊的位置 是會有些拉斜的 在這個位置我們再把頭旋轉 望回向左邊 這個拉斜是會增加的 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停留三個呼吸 之後旋轉回來 再把頭放正 然後我們做另一邊 側屈向左 右邊的頸會有些拉斜的 然後再旋轉向右 停留三個呼吸 旋轉回正 然後放回正的頭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可以每一次去到盡頭的時間 停留三個呼吸 之後我們轉邊 我們重複做三次 大家好好練 加油 我們看他們的 empres發 電腦 很非常 aa 我是 這裡